前面我们从能带图的定性角度 分析理解了MIS结构的四种表面电场效应 这一节我们就进入定量的层面 来分析MIS结构的半导体表面情况 现在我们计算空间电荷器的电荷和电场分布 假定半导体表面为坐标圆点 X轴垂直表面指向半导体内部 其半导体的内部市场电视为0 假设半导体表面是个无限大的平面 其限度远远大于空间电荷层的厚度 半导体的厚度远大于空间电荷器的厚度 半导体是均匀掺杂 如果不考虑量子效应 则空间电荷层中电视满足的博松方程为 博松方程的形式是这样的 其中EpsilonRS表征半导体的相对界列常数 Epsilon表征的是真空界列常数 而这个RhoX它代表的是半导体的总的电荷密度 RhoX的表达形式是这样的 其中ND正表征电力丝组浓度 PA-表征电力瘦组浓度 PP表征的是P型半导体的多子浓度 NP表征P型半导体中的少子的浓度 最终它得到的形式是这样的 将电荷密度带入博松方程 于是我们得到完整的博松方程的表达形式 是这样的 电视的二阶导数对X的二阶导数 这是P型半导体的多子浓度 减器1减器NP0乘以 减器1 在等式两边同时乘以低微并积分 于是得到电厂的平方 Q方PP0除以2倍 EpsilonRsEpsilonK0T 以及 1的负QV除以K0T 加上QV除以K0T 减1 再加上 NP0除以P0 乘以 1的QV除以K0T 减器QV除以K0T 减1 我们对刚才的公式开根号 于是得到电厂分布 QV除以QV除以K0T NP0 NP0除以PP0 其中LD我们称为得败长度 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NP0 EpsilonRs 这是半导体的相对界点常数 是真空界点常数 再乘以K0T除以Q方PP0 我们称之为得败常度 而刚才这个地方对应的这个F 这是表正一个 这是一个函数代表 我们称为F函数 QVX除以K0T NP0除以PP0 它代表的是刚才公司里面的 大括符当中的这项开根号 这里当V大于0的时候 这里我们取正号 当V小于0的时候 我们取负号 获得了半导体表面的电场分布 随后我们将根据著名的高斯定理 高斯定理的形式是这样的 QS等于的是负的 E0RS 这是半导体的相对界点常数 成为真空界点常数 再乘以半导体的表面电场 由此我们推出半导体的表面电容 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将QS对VS求解偏导数 最后我们获得半导体的总电容 半导体的总电容形式是这样的 它是由两个电容串联而成 其中一个是半导体的表面电容 然后再串以绝缘成构成的绝缘成电容 最后我们将会得到半导体的 半导体以金属构成的MIS结构 它的这是P型半导体的CV曲线 由此分析半导体的表面情况 并监控它的可靠性 这是半导体的表面电容 这是绝缘成的电容 这是最终得到的MIS结构的总电容 下面我们研究半导体表面面电和密度 所以表面式的变化 我们的基本思路由四个部分组成 我们首先根据表面积累 耗镜 平带 以及反形 进行相应的近视 然后我们得出四个区的电场分布 以及电荷分布 最后我们得到半导体的表面电容 在多子积累的时候 表面电是小于0 表面电荷是大于0的 这时F函数表示为 一是我们得到半导体的表面电场的分布 表面电荷以及表面电容分别是 这说明表面是叶负 能带在表面处向上弯去的叶利害 表面层的空线浓度急急增长 顾名多子积累 平带 在平带下 半导体的表面电视是为0的 因此相应的F函数可以表达为 它是为0的 由此我们得到半导体的表面电场也为0 半导体的表面电荷也是为0的 平带附近半导体的表面电视近视为0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将这个指数函数加以展开 进行态度急速展开 那么它近视为我们起态度急速展示的前两项 就可以得到这个形式 它除以K0t 把这个指数项带入到我们前面推到的表面电容 这个表达式里面 一是半导体的表面电容 除了这种Cs就近视为 Epsilon Is Epsilon0 除以 得拜长度 然后乘以 括号1-7QVS除以2倍K0T 括号加上NP0除以PP0 乘以1加上QVS除以2倍K0T 括弧 再除以根号1加上NP0除以PP0再除以2 在半导体平带的时候 那对应的电容我们称为平带电容 我们用CFB来表征 这里FB是英文的Flat Band的简称 那么它表征为是这样的形式 半导体的相对界点常数 乘以真空界点常数除以得败长度LD 那它乘以的是根号1加上 这是P型半导体中电子的浓度 除以P型半导体中空穴的浓度 这就是所谓的平带电容 耗尽的时候 半导体的表面式为正 这个时候F函数可以近视表征为这个形式 F函数是这两组表达式的函数 因此我们将F函数这个时候就近视表征为QVS VS表征的是半导体的表面式 这是波尔兹曼常数K0 神上T 然后开根号 好 那么根据F函数的近视的情况 这个时候半导体的表面电场ES 可以表征为这个形式 这个S是Surface的意思 那它等于的是 根号2除以得败长度LD 乘以K0T除以Q的1⁰ 再乘以半导体的表面式开根号 这是半导体的表面电场 相应的 半导体的表面电荷QS 那它表征为负的 Epsilon2 Epsilon0 再除以 根号2 LD 乘以K0T除以Q的1⁰ 次方 统上半导体的表面电荷QS 统上半导体的表面4 还更好 1除以QVS除以QVS除以K0T的2⁰ 次方 好 这就是在耗尽情况下 这三个物理量的近视的情况 这里QS为负质 表面层的空间电荷是电力受阻杂质 在耗尽层XD的这个地方 那电视V根据我们的基本的这个假定 那么它为0 相应 它对X的一阶导数 如果加上一个负号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场 好 在这个边界这个地方 它电场也是为0的 那么这个时候 相应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 对应的半导体的表面4VS 那它就是在XD的这个地方 对应的电视 它表征为这个形式 Q升上NA 这里NA呢 它是半导体的杂质浓度 那乘以XD-7X的平方 除以2倍EpsilonRS 这是半导体的表面4 相应的半导体的表面电容CS 那它就表征为EpsilonRS Epsilon0除以XD 那半导体的表面电荷QS 那它就等于的是负Q升上 半导体的杂质浓度NA 在身上XD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半导体的表面电容 这个表达形式 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形式 从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看出 它就等价于一个厚度 刚好为XD的这个平板电容 出现反形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半导体的表面出现电子 并且表面的电子浓度 是霸于体内的多子的浓度的 这就是所谓的反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定义一个新的物理量 它的名字叫做费米式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Q神上VB 那么它定义为EI 和费米能级的能量差值 那相应的 这个VB 就是所谓的费米式 它就等于的是 Q分之近代中线EI 以费米能级的差值 那我们定义的反形 就特指的是VS 大于VB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半导体的 表面的电子浓度 那么它要大于体内的 多子浓度 反形的定义有两种定义 第一种呢 是所谓的弱反形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所谓的强反形 那么所谓的弱反形 我们指的是 VS 大于一倍VB 小于两倍VB 而强反形 对应的是VS 大于等于两倍VB 那对于模式器件来说 那么模式器件工作的条件 就对应的是这个条件 半导体表面出现了电子浓度 大于体内多子的浓度 也就是体内的空穴的浓度的时候 那这就是半导体表面发生反形了 下面这两个图呢 都对应的是反形 但是两者呢 是有差别的 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呢 它对应的是弱反形时候的 能带图 那它相应的表面是呢 VS 是大于VB 小于两倍VB的 这就是弱反形 那右图呢 这个是对应的是 灵界强反形时候的能带图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VS 也就表面是 刚好等于两倍VB 这就是所谓的灵界强反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反形成与后进成之间呢 被一个本真面 所分开 也就是说 在反形成和后进成之间 那么出现了 费米能极跟近代中线 刚好重合 这么一个分水岭 那这个分水岭的左边呢 对应的就是反形成 而分水岭的右边跟体材交界的 这个轮带弯曲的这个区域呢 这就是所谓的耗尽层 根据波尔兹曼统计 那这个时候 半导体中的多子的浓度 PP0 那它是等于的是 Ni绳上1的QVS 除以2倍K0T 那么它可以表证为 Ni绳上1的QVB 除以K0T 这里对应的是强反形的情况 刚刚强反形 也就是说VS 它是等于的是2倍VB 而我们知道 PP0它表证的是半导体的多子浓度 而在室温下多子浓度 近视为受阻浓度决定 因此我们可以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费米式VB 费米式VB 就等于Q分之 K0T 这就是费米式的最终的表达形式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半导体表面 发生反形的条件 那么它对应的是半导体的表面式 它要大于Q分之 K0T 生意 nna 除以ni 那发生强反形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VS 那它就是大于等于Q分之 两倍 K0T 生意 nna 除以ni 这里 两倍VB 是发生强反形的临界条件 好 接下来我们要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它的名字叫做开启电压 又叫玉子电压 开启电压 特指使得半导体表面 刚刚强反形的时候 对应的这个三电压 那么我们用VT来表征 那么它的具体表达形式 是这样的 那么它是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在绝缘层上的压降 一部分是在半导体表面的压降 因为这个时候半导体表面 刚刚强反形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半导体表面四 就是两倍VB 那么它 那么它就具体表征为 这是绝缘层上的压降 这是半导体表面四 这是半导体表面上的表面四 临界强反形的时候 QVS它是远远大于K0T的 这样F函数就表达为这个形式 好 这是F函数 它除以K0T 然后NP0 PP0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近似表征为 QVS 除以K0T 然后开根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半导体的表面电厂 ES 那它就表认为 这个形式 除以Q 绳上得败长度 再乘以 QVS 除以K0T 开根号 相应的 半导体的表面电荷 那它就为 半导体的相对界点常数 真空界点常数 Q NA 这是半导体的杂质浓度 然后生以菲米式 开根号 这就是这两个物理量 它的近似表达形式 MOSFET的器件 加硬质电压 大小的电压后 形成了反形成 就是MOSFET器件的 导电勾道 强反形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VS 它是远远大于 两倍VB的 那相应的 QVS 也是远远大于K0T的 在这种情况下 F函数就近似为 F函数这个时候就近似 表征为这个形式 NP0除以PP0 再乘以E的 两倍K0T分之 QVS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到 半导体的表面电厂 它表征为 QL低分之 根号2 乘以K0T 再乘以 根号N0除以PP0 再乘以E的 QVS QVS 除以2倍K0T 又表示 这是半导体的表面电厂的表达形式 相应的半导体的表面电荷表达为 负的根号2QLD K0T EpsilonRS 乘以Epsilon0 再乘以根号 NNNP0 除以P0 身上1的QVS 除以2倍K0T 最后表达为负的 2倍K0T EpsilonRS Epsilon0 生意NS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表面室对QS的影响 即使表面室有微小增加 也会引起表面载流脂浓度显著增加 它可以有效地屏蔽三电压的穿透 通常反形的电子 主要分布在靠近表面厚度小于五个纳米的反形成类 这个时候在强反形以后 相应的半导体的表面电容表达为 εrs乘上ε0再乘以根号nspp0 耗尽层的厚度表达为 xd等于xdm 也就是说在强反形的时候 耗尽层的厚度会达到最大 那么它的相应的表达式是这样的 Q方Na分之400k0t ε20 ε20 ε20is 乘上ε20 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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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反形的时候 耗尽层厚度达到最大 好 这是它的表达式 xd 这个时候即使表面是有微小的增加 也会引起表面窄流脂出现显著增加 那它呢就能够有效的屏蔽三电压的窗头 那反形的时候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反形的载粒子 也就是垫子 它呢主要是分布在靠近表面厚度 小于5个纳米的反形层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是表面强反形的势力 在这个时候表面是大于两倍微弊的 三电压是大于一直电压或者开启电压的 好了 这一节我们通过求解博充方程 分析了迷失结构的半导体表面的电厂 电荷和电容的定量分布情况 下面我们将因此得到 P型理想密实结构的CV特性